小孩子的兒童座椅設計的真的很特別喔 小碗這個時候就跑進去玩了 除了遊戲區之外 那邊也有用餐區 這邊還蠻貼心的 設置小朋友可以用餐 不過也是一味難求啦 因為現在已經8點40分了 所以你會覺得人很少 泡芙好吃對不對啊 吃飯不好吃對不對啊 好多人喔 這美食街的座位還五彩繽紛耶 其實美食街這裡面的裝潢佈置還蠻不錯的 稍微大家看一下吧 漫漫 吃漫銀飯飯 其實美食街的空間蠻大的喔 牛角刺男房 這是他的菜單啊 哇這個是黑咖哩啊 這日式丼飯也很有名啊 喔 喔剛剛點餐有夠等很久 真的非常日式 慢工粗細活 剛剛點那個園區 那個摩尼醬 點了日式豬排還有拉麵 等一下可以可以稍微給大家 分享給大家一下 小碗肚子餓了嗎 在等等喔 非常寬敞 哇這是綜合的 凍飯 你要吃飯飯啊 那這是炸蝦 炸蝦叉燒拉麵 哇這拉麵看起來 真的是超日式的 自己吃啊 很棒啊 喜歡吃日式丼飯 笑咪咪啊 還裝可愛 還裝可愛 想不想回家 你不回家喔 你要留在這邊玩喔 爸爸要回家喔 爸爸要回家喔 哇 孩子吃觀光耶 耶 嘿嘿嘿 喔在試營運第一天的時候 遊客實在真的是太多了 真的是出乎我意料之外 好吧 相信以後往後 還有機會再分享 呃 林口山景奧類 不管是一期二期 都還是可以分享的喔 就以上分享 掰掰 池水的景很美 很美麗 夜晚的山景奧類真的還蠻不錯的喔 其實林口人還蠻幸福的 晚上這邊漫步上 就是在那邊散步 真的很不錯 可怕 她家吃不肯 運氣 冷靜 還邀 寫 快児 來 開